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三国时期,司马懿作为曹操军师 与孙权刘备交战 因其卓越的军事政治能力 连续辅佐曹操的儿子曹丕 孙子曹瑞,曾孙曹芳三代帝王 成为魏国的实权人物 司马懿一死后,他儿子司马昭掌权 司马昭权势极大,自封为晋王 封他的儿子司马炎为太子 开始准备取代曹家 这时期司马昭是灭掉了蜀国 司马昭死后,公元265年 司马炎废掉当时的魏帝曹焕 自立为帝 建立了晋国定都洛阳 史称西晋 司马炎上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除掉三国当中最后一个国家 东吴 公元280年,东吴投降 至此结束了百年的分裂状态 国家再一次完成统一 十年后司马炎并故 他的二儿子司马中继位 可是这司马中啊,是一个傻子 有一年闹饥荒 有大臣就说,这灾区的百姓都吃不上粮食 有人饿死 那司马中还傻乎乎的问 吃不上粮食,为什么不吃肉呢? 这傻子怎么可能治理国家呢? 所以这朝中的大权落到了皇后贾南风的手上 那司马家其他的人当然就不愿意了 这纷纷想要杀掉贾南风掌权 于是便发生了晋朝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 这八个王啊,全部都是皇室宗亲 手握大权,那起先这赵王司马伦杀掉了贾南风 及其党羽,废掉了皇帝司马中自立为帝 但是其他这司马家的成员不服气 没有办法,他又宣布退位 那司马中复位 之后这东海王啊,司马越 堵死了司马中 拥立了司马中的弟弟司马赤几位 这才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八王之乱 那这一次朝中的政治地震 使得西晋的王室统治受到了重创 不仅国内人民是分分其一 国外的少数民族也对西晋是虎视眈眈 那公元308年 匈奴大蝉于刘渊继位 这开始了灭晋的历程 虽然他姓刘,但他和汉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是百分之百的匈奴人 那登基以后,刘渊立即让他的儿子刘聪 领兵进攻了西晋的都城洛阳 那当时洛阳掌权的是司马越 为了自保,他带着四万人马和大批的朝臣 逃出了洛阳 那刘聪就趁机攻克了洛阳 掳走了皇帝司马赤 那皇帝被掳了 这官员也没有去追他们 又另立了一个皇帝司马越 迁都长安 那公元316年 长安也被匈奴的大军士攻陷 这司马越投降 西晋灭亡 成为了第一个被外族消灭的王朝 那中国在短暂的统一之后 又恢复了分裂的状态 而且这一分就是三百多年 那西晋灭亡之后 一些朝廷的旧臣 并不甘心王国的命运 仍然在全国各地积极的活动 准备恢复晋朝的统治 那第二年 司马家的一个贵族司马瑞 在建康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称帝 国号仍然用晋 史称东晋 那为什么在南方称帝呢 因为这时候的北方 被外族占领了 他们又回不去 所以东晋的统治范围 仅仅陷于江南地区 虽然统治期间也有过一些叛乱 但都被镇压了下去 那东晋比较平稳的发展了几十年后 这司马家出了几个昏庸无能的皇帝 这皇权开始旁落之后 又爆发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平民起义 这皇室啊更加的衰落 公元四二零年 军中的将领刘豫 废掉了东晋最后一个皇帝 司马德文 自立为王 建立了刘顺 南方进入了南朝时代 那说到这里 时间先倒回到匈奴灭掉西晋的时候 那些贵族不是跑路到江南建立东晋了吗 同时中国北方有少数民族控制着 分裂为无数个国家和政权 他们之间是相互吞并 因为国家数量太多 这政权啊 更迭又太快 被史学家记录下来的只有 稍微在历史上有那么点存在感的 十六个国家 这十六个国家几乎全部都有匈奴 鲜卑 枪 低 劫 这五个少数民族建立的 所以称为五湖十六国 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当时的少数民族是很野蛮的 建到粮食就强 把人当作牲畜 随便宰杀 这汉人的女子被称为双脚羊 被胡人残忍的吃掉 那吃不完的还将他们活活的淹死 这胡人所到之处 汉人遭受的是灭顶之灾啊 如同人间炼狱 当时能够活下来的汉人是少之又少 就这样北方混仗了一百多年后 公元四三九年 由鲜卑族拓拔布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 这北方进入了北朝时代 和南方由汉人建立的政权并称为南北朝 那之后 南北朝各自发展 先说南朝这边 自从刘豫建立刘宋之后 南朝先后经历了四个朝代 分别是宋 齐 梁 臣 那他们存在的时间啊都相对较短 最长的有九十五年 最短的仅仅二十三年 因为南朝的四个朝代都是汉人建立的 虽然时间很短 但作为汉族的统治 使汉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 所以南朝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那再说北朝这边 拓拔家是前期管理不错 那到了公元五三四年 北魏的孝文帝元休 因为不满当时的实权人物高欢的胁迫 出走到长安的宇文氏家族 而高欢另立了一个皇帝 至此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两部分 那之后高欢的儿子高阳和宇文爵 先后废东西魏帝 建立了北齐和北周 那之后北周在宇文雍的治理下 国父民强 那宇文雍死后传位给了他的长子宇文雲 这宇文雍娶了杨坚的女儿杨丽华 他本人昏庸残暴 所以大权逐步落入了老丈人杨坚的手中 宇文雲22岁就死了 所以他的儿子靖帝继位时年纪非常小 后来杨坚于公元581年废掉了靖帝 建立了隋朝 那之后这隋文帝杨坚命杨广委员帅 领了50万大军突袭南方的最后一个王朝 陈朝这陈朝灭从而结束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 中国又赴统一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各少数民族 逐渐的被汉族统化 为将来中国成为统一的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隋朝统治中国只有短短的38年 只有隋文帝杨坚和隋杨帝杨广两代 这杨坚登基以后果断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 巩固了隋朝的统治 杨坚在位24年 公元604年杨坚离世 对于杨坚的死因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他被自己的儿子杨广派人谋杀的 另一种是说他病死的 那之后这隋杨帝杨广继位是历史上有名的豹君 他继位以后就开始大兴土木 修建奢华的宫殿 开走大运河为自己享用 为了扩大其统治 他还不断的向外扩张 三次征讨高利 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半岛 但都没有成功 连年的征战和暴政 隋朝的国力大大的削弱 于是全国各地劫干而起 所以在隋朝的后期杨广不得不四处镇压叛乱 但是隋朝终究大势已去 公元618年隋朝将领 与文化级发动了兵变 勒死了残暴的隋杨帝杨广 隋朝灭亡 隋朝虽然短暂 却是成前起后的一个朝代 不仅在文化经济方面贡献突出 还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 因为割据纷争几乎中断的对外关系 通过丝绸之路的商业往来 促进了中国与西亚的交流 为后世圣唐打下了基础 隋灭后几年 大唐一统天下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 下次我们接着说唐朝 还是那句话 王朝系列不是详解 是大主线的故事 帮你迅速了解主州 我是杨唐竹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 如您喜欢请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谢谢